前TVB事后杨怡,今年4月为老公罗仲谦,诞下女儿小珍珠,原本二人打算为女儿举行百日宴,并且邀请一众亲朋好友参加,但因为香港疫情加深的缘故,夫妻俩日前向媒体表示为了保持社交距离,无奈取消百日宴,但怎么说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,夫妻俩最后决定一家三口在家里低调庆祝, 简单而温馨 7月25日下午,杨怡跟罗仲谦一起透过社交账号晒出女儿百日宴的照片,可见一家三口一起穿上白色的亲子装,小珍珠还顺着杨怡的指示,蒙爆地看着镜头,非常可爱 而屋内除了摆满粉红色的气球之外,还专门定制了一个精美的两层蛋糕,更配合小珍珠以海洋为主题 十分有心思 杨怡罗仲谦跟公开女儿的中文名为罗一星,而英文名则叫Hira 杨怡留言表示,亲爱的小珍珠,不惊不觉你已经满三个月,不惊不觉你已经悄悄地成长了 时间虽然过得快,但爸爸和妈妈每天都在努力加深认识和了解你,愿你在我们的爱护下更加健康地茁壮成长 虽然在家庆祝,还是想给宝贝留下美美的回忆 而罗仲谦就留言,小珍珠BB,好多人都说,女儿是爸爸上一辈的情人,如果是真的话,爸爸等你等了36年了 爸爸妈妈只希望你开开心心,快快乐乐地成长,开拓属于你自己的人生,我们永远爱你 用鼻尖亲碰女儿小脸的罗仲谦一脸陶醉,以后肯定是一名女儿奴呀 魔方君也祝小珍珠快高长大,开开心心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